12月11号上午 台东市长张国舟前往 人安基金会台东平安站 进行寒冬送暖活动 慰问近50名街友 中低收入户及独居老人 并现场发送物资 张市长表示 会积极协助街友们找寻工作 解决长久的审计问题 今天你所欺负人 虽然我们可以概括你们事实的 你们的腰 你们的领导还三千五千五十 未来我们的领导务力 我们的领导作家 可以说是做两天的 有什么工作时 跟附近人安基金会 跟支会服务站 来把你们盗水上的头脑 可以说 可以有一个碳心的风险 一个工作 仁安基金会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十一点半 及下午四点半 会于站内发送餐点 让有需求的街友 及独居老人索取 侯燕林刘瑞文采访摄影